花蓮市立幼儿园举办小班组的成果发表活动 主题是我的室幼城堡 而小班的孩子们透过闯关活动 展现自己在这个学期 在学校的各项收获 李飞林院长也代替卫家宴市长向家长们致意 感谢他们放心将孩子们托付给花蓮市幼 而未来也会投入更多的资源 让室幼的孩子们能够在安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小班的小朋友上学快满一个学期了 从刚开学时躁动不安 分离焦虑到现在逐渐适应校园生活 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游玩 家长们都很欣慰自己的宝贝成长得这么快 花蓮市立幼儿园举办小班组的成果发表会 主题是我的室幼城堡 小班的孩子们透过闯关活动 展现自己这个学期在学校的各项收获 今天是我们小班的室幼城堡成果展 那今天最主要是检视小班在这一学期来 生活治理能力跟认识学校的老师 认识学校然后在学校玩了些什么 像是有他们会整理自己的书包 收拾自己的书包 然后在大肌肉的发展上 也有明显的进步 他们会用身体进行闯关 那像他们在跳跃式的活动 还有身体的滚动上面 因为体能课的练习 在这一学期都有明显的进步 那再来在室幼老师的部分 也这一学期也认识了室幼所有的老师 那我们也透过闯关的活动 检视小朋友是不是对室幼城堡 有没有认识与了解 那跟课程的主题有没有结合 那检视孩子所有这一学期发展的能力 园长李飞玲代表市长为家宴向家长们致遇 也感谢家长放心把孩子托付给花莲室幼 未来施工所会投入更多的资源 让室幼的孩子可以在安全快乐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